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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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绕的话时间会比较长 你有没有算过说你从二高上跟上一高上时间会差多少 最少差20分呢 差20分钟嘛 我有跟区长报告 区长也跟交通处长做一个报告 然后一个协调 然后觉得说这个案子非常好 然后再跟市长报告 市长说马上可以来示办 上班下班时间真的减少最少20分钟以上 感谢市长和区长和交流处长 他们大家这么关心 这么用心来做这个事非常感谢 今天是我们9026分流事办的第一天 所以我们来到武胜街口 这边来搭乘这个事办的一个情形 那感谢包括佩祥议员 书彬议员 凯琳议员 秦正议员 还有我们里长区长大家都在 那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有非常多 就是到底班次够不够 然后为什么事办只有到八点 还有就是说到底每一个站可以上多少人 还有说到末站 就是9026分流就是到这个 到轮棒球场那边的时候 末站的时候 会不会乘客变得没有车搭了 这几个问题我们都要透过事办来了解 那很感谢议员跟里长 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事办计划 大家目前都是基本上认为 事办计划是有帮助的 那我们细节就来看看 事办的过程来拟出更好的方案 9026B未来可以帮助我们大五轮的居民 足足省20分钟 每天早上省20分钟的时间来上班上课 而另外一边如果是9026C 也就是安乐社区的路线 也会帮我们实质上帮我们长庚 热丽三街还有附警天下的居民至少省10分钟 因为他们不需要去等从大五轮过来的9026普通车 那希望就是说透过这两条路线呢 来帮忙疏解我们通勤跟同学的一些人潮 能够缩短他的乘车跟搭车的时间 那希望我们这个市民朋友能够多多的利用 我想这样子分流可以让两端的乘客 大家都会非常顺利的搭上车 这个得正是非常的好 希望说我们这个时间能够再拉长一点 通勤族下车时也竖起大拇指向市长道谢 说分流规划的很好 市长谢国良说这趟实际搭乘体验分流 9026B直接上二高到南港的确非常迅速 可节省20分钟以上的通勤 至于9026C路线 从中联仓储发车往迈进路 与长庚医院方向上国道一号的状况 谢国良市长也表示 会再去实地了解看看 对于通勤族有没有实际的帮助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位在中山区西定市场二楼 由社会处委外经营管理的西定托英中心 因为只有一个逃生出入口引起家长们的疑虑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在市议会提出质询后 市长谢国良立刻在消防局长向勇才等人的陪同下 到现场会刊 并决定耗资300多万元 在一个月内解决逃生安全的问题 在基隆市议员张炳君和消防局长向勇才等人陪同下 一项对于小小朋友事务特别关心的基隆市长谢国良 特地利用中午休息时间 到位在西定市场二楼的西定托英中心现场会刊 因为市议员张炳君在市议会质询时提出 西定托英中心只有一个逃生出入口 引起家长们的疑虑 万一发生火警意外 使该如何疏散撤离逃生呢 目前中心收拖大约45名0到2岁的婴幼儿 还有16位左右的工作人员 市长谢国良亲自勘查了解问题后 责成消防局耗资300多万元 在一个月内解决改善逃生问题 那基本上我们了解说这其实是托英中心的一个侧门 也其实本来可以是它的逃生门 但它因为消防安检的关系 它缺撒水的设备 所以目前是没有开辟的 那我这边刚刚跟局长讨论过 如果我们能够提供这个洒水的设备给这个托英中心 然后也帮它找到除水池的空间的话 那么这个门依照消防法就可以打开 我们等于就有正门跟侧门的两个门 那这样对孩子们的安全一定多一分保障 所以我想说还是请局长 在这方面我们把这些设备把它估好 那也感谢这个秉均议员跟其他几位议员的关系 应该在一个月内我们就可以把它处理完毕 好 那我们一个月内我们把这个规划方案出来 那是否会找到足够的预算来支 对于谢国梁市长明快不托泥带水立刻解决问题 通过民进党党内立委初选的市议员张秉均 也给予市长谢国梁高度肯定和感谢 那在我们今天早上总资讯结束完之后 现在下午马上立即就在那边看 也很快的提供一个解决办法 那我相信我们所有的托运中心的家长 还有包含里面的照顾人员 照顾人员都会很感动我们谢市长的如此的用心 跟努力 那我们也会持续追踪 一定会想办法把这件事做到最好 自己有一位小小年纪女儿的小爱爸爸市长谢国梁 非常重视立刻要求解决这个问题之外 也顺道参观一下托婴中心的内部设施 感谢中心人员对于小小朋友们的照顾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安一路发生了一起女子遭陌生男子攻击的事件 所幸女子挣脱送医后眼睛视力模糊 案发后市议员吴华佳指出 现场的监视器画面都是坏的 多名园警在安一路一带巷子里巡逻 因为在8号晚间7点25岁女子遇到陌生男子搭讪 当下拒绝随即遭到男子攻击 5月8号是她的生日 她为了自己的生日庆生去买 出来买小蛋糕回家 结果不到几十分钟 就在安一路上发生她终身遗憾的事情 女子父亲在家里接到女儿求救电话 赶紧到场将她送医 女子眼球出血 视力模糊 基隆市议员吴华佳在议会替被害人家属质疑 发现安一路沿线的监视器居然都是坏的 担心月归妇女安全 收到民众反应 就在昨天晚上的7点多 在我们安乐区安一路100巷 居然有25岁的女性走在路上被搭讪之后 被人家攻击拖到巷子里 后来还是得到我们里长的解救才得以脱身的 那这样子的事件她要报警之后想要调监视器 那台监视器是坏掉的 这件事情我感到非常的生气 我们女性在夜间的行动的安全 本来就非常的重要 非常需要得到重视 我们监视器不是单纯只为了车祸交通事故而设置的 是包括我们整个基隆的治安 所以昨天我才会一再强调 在我们的第一次的临时会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有提过要请我们金融市政府 提出我们监视器妥善率的报告 到昨天市长回应是要请警察局长再跟我说明 我这边还是要再请市长这边 请帮我们加紧提升我们监视器的妥善率 这一起夜归女子遭到不明人士恶意攻击的事件 引起了金融各界重视 警察局长张树德已经指示 成立专案小组 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将歹徒神之以法 本分局在接获办案后立即派人前往现场来处理 并成立专业小组来全力侦办 经理案发现场勘验还有调阅周遭的相关监视器影像 目前已经锁定犯险的身份 将积极追悉到案 本分局在此呼吁深夜不省于道路时 最好能够结伴同行 并尽量避免走一暗像 同时要提高警觉 随时注意陌生人的搭讪其动作 被害女子昨眼眼窝骨折 设立模糊 医院将安排开刀治疗 而警方强调已经锁定了特定目标 全力追弃凶手 记者黄绍铭 吴俊松 金融报导 再带你来看 惨发处长林鼎超 在市议会被不知名的蜂类遮到手 紧急赶到部立金融医院挂急诊 索性没有过敏的现象 下午返回议会被开玩笑说 个人的魅力太强容易招风引蝶 也创下了议会史上 第一位在议事厅内被风遮得哭住 在市政府中发处长林立禅陪同下 左手拇指跟被风遮到 神情略显紧张的 惨发处长林鼎超 紧急到部立金融医院挂急诊 幸好没有对风毒有过敏的现象产生 并且拍到遮人的凶手 让医生判断 医生先开立相关药物 让林鼎超服用 并且在医院观察30分钟 确认没有过敏反应后才离开 而下午返回议会时 先受到市长谢国良等人的关心慰问 因为上半天被询结束 要离开时突然被不知名的风类遮到手 林鼎超也感到非常意外 只是是蛮惊讶的 因为刚刚其实市长 他是蜜蜂在这里 然后我是刚刚起来 我要回进去 结果发现我的手整只 大概整个都变马的 对都变马的 然后一看哇 他大概有只那么大的蜜蜂 就是砸在里面 由于市长谢国良的背询座位 也和林鼎超座位 在同一侧的官员席 问市长担不担心被风遮呢 市长开玩笑的表示 在议会不怕被风遮 比较怕被议员定 前议长也是资深市议员的张放立表示 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官员或是议员 在议事厅内被风遮 只能说林鼎超太有魅力 招风隐蝶 有发生过类似吗 没有没有 古宫还有看过 那这样这个蜜蜂 罕见 罕见 20年来没这样 你哪里去招风隐蝶 对于成为基隆议会史上第一位 在议事厅内被风遮的苦主 采发处长林鼎超也很尴尬 市议会大家长同志委议长 也在下半天开议前到官员席慰问关心 并且强调已经要求议会总务组在议场周遭 喷洒张脑油预防再有第二位苦主出现 议超处长是太甜 对啊 他是历史上的 有基隆市议会72年 其实不是第一个被密封叮咬的处长 有 谢谢医生 要保重要保重 你就是太甜 嘴巴太甜 不会进去吧 鬼忘掉别卖口 嘴巴太甜 要保重要保重 因为这个有媒体在台 我不好意思讲过四个字 哈哈哈哈 但是要保重 所以议长也会 也会已经有请同事来负责用张脑油 其实议会的这个议事厅 我们总务组的主任 特别带来同仁 刚刚特别查了一下 怎么会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喷了张脑油在我们议事厅的周围 那现在每天会议结束以后 也都会特别做注意 所以开始之前也会再许多一遍 所以基本上希望我们 局处长这个不要太甜 基本上希望我们所有同仁 跟局处长可以安全 其他女性官员 则是趁机向议长同志为反应 可能是靠近议事厅的厕所 没有安装沙窗被封跑进来 议长表示会来研究如何改善 保障官员和议员 在开会期间的人身安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农历3月20日是祝生娘娘的生日 基隆慈云寺出现人潮 在圣诞日当天祈求娘娘祀孕 农历3月20日是祝生娘娘生日 慈云寺一大早就民众来祝寿 以往疫情有关系 现在疫情趋缓 可是今天不是假日 没有多人来拜 可是他们平常都是平常来拜 今天很多来答谢的鲜花 还有寿草 工作上摆满油饭 素麻油鸡和百合鲜花 都是信徒前来还愿 借用慈云寺主寺观世音菩萨 祝生娘娘及文昌帝君等神尊 信徒向祝生娘娘求子 除了带来好运 还能保佑家中孩子 平安乖巧 祝生娘娘他们就是有 还没有孩子的时候来求说 有个宝宝给他们 健康的孩子 他们 有时候他们满月 他们会拿那个 麻油鸡 还有油饭 素的也可以 荤的也可以 他们来还原 鲜花都可以 而这一周就是母亲节 慈云寺特别准备康乃馨 送给来庙里拜拜的信徒 预祝母亲节快乐 身为基隆人 第一次到慈云寺 有听过慈云寺 可是真的没有 然后今天是来见识一下 旁边的佛像都很庄严 观世音也都是很眉清目秀 让人来了拜拜 觉得我心情很舒暂 对 下个礼拜天就是那个母亲节 所以我们庙方 送那个很漂亮的康乃馨 祝母亲 祝母亲 天下的母亲 母亲节快乐 民间习俗 拜祝生娘娘能够带来好运 信徒全城拜拜 相信神明一定会保佑 记者 黄绍鸣金融报道 请不吝点赞 日出而坐,日落而息,每个人一天都只有24小时,忙碌的生活中, 我们有多少时间可以留给自己,又有多少时间可以留给我们家人,时间就该留给我们珍惜的人,现在缴纳房屋税非常快速,只要扫描,缴款输上QR Code就能完成,还有多元缴纳管道可以自由选择,让我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112年房屋税开增,智慧缴纳有够顺利,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有丰富场馆资源,兼具人文及自然风景, 想透过您不同的视角表现出来,海科馆邀请大朋友小朋友,一起透过手机镜头,分享你的创作,释放心中独特的创意与想象力,还在等什么,快来参加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文昌君圣诞,观世音菩萨圣诞,玉佛节及忌孔大连等,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信众众多,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大家好,刚刚有看到小爱爸爸过路口的样子吗? 我的过路口的方式是不对的哦,不要学我的样子 过路口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滑手机 因为我们基隆现在推动行人友善政策 摩托车汽车会礼让行人 但是行人也有责任哦 行人的责任就是尽快地通过路口,效率,安全 然后呢,要跟我们里让的车辆要表示感谢 我们的友善行人在基隆继续推行友爱城市 也感谢我们的车辆,更感谢我们的行人 在通行的时候呢,快速,然后有效,又要谨慎 谢谢大家的配合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新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基隆市有不少学校因为厕所老旧 甚至损坏造成师生使用不便 在立委蔡世印积极争取下 教育部已经核准六所国中小厕所 修缮补助的经费 预计年底公告招标 明年中起陆续完工 天花板秀石塌陷 地面积水 连厕所门都有破洞 这幅景象 连立法人蔡世印都吓了一跳 这里是基隆市五轮国中 校内厕所由于使用将近20年 不但设施老旧 有了甚至损坏到不堪使用 立法人蔡世印因此邀及 教育部国教署 国中小教育组长林助理 与基隆市政府教育处代表 到五轮国中查看老旧厕所情况 并向教育部争取相关补助经费 进行改善 希望提升学生的学习环境 世印非常高兴今天特别来到五轮国中 来试导关于我们基隆市学校 老旧厕所的改善情形 那世印也特别上教育部的争取经费 包括五轮国中在内的许多学校 我们来争取老旧厕所的修缮 希望让学生在上课 治愈整个的生活学习环境 都能够很好 林助理表示 针对全国的老旧厕所 国教署争取行政院专案计划给予补助 尤其是使用达20年以上 且无法使用的厕所 由地方政府依据急迫性 向国教署承报计划核定 这是针对全国老旧的厕所 我们特别争取了行政院的专案计划 来予以补助 所以今天特别到基隆市的五轮国中 进行会看 针对这些已经使用超过20年以上 而且确实老旧不堪使用的厕所 会透过专案计划来予以协助 五轮国中教学大楼六间厕所修缮 及设备更新经费大约810万左右 校长陈正辉希望能在明年底前 将老旧厕所改善完成 我们厕所在97年取得使照资金 已经有20多年了 那学生在使用上 虽然很干净 但是也饶旧了 那感谢委员跟教育处 还有国教署给我们这样的经费 让我们申请到 可以让学生有更好的环境来使用 希望明年的11月之前 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厕所完工 后续呢 我们希望说这样的一个厕所 可以结合学校里面的美感啊 还有课程 老师的需求 学生需求一起设计进来 据了解除了五人国中外 在蔡智英协助下 包括百福国中 五赌国小 信义国小 深美国小 及地内国小的老旧厕所修缮计划 都已经获得教育部核定 预计今年底完成公告招标 明年中陆续施工完成 记者张启腾 金融报导 为了要照顾基隆 从超过两万名的身障弱势朋友 基隆市政府召开记者会指出 将活化已经闲置了五年的 中正区行政大楼 改为旗舰型社福大楼 经费方面 市府也提出了追加预算 期盼能尽速推动 画面上是市府发言人余志明 跟社会处长杨玉昕 一起召开记者会说明 将把闲置五年 约有380平空间的 中正区旧行政大楼 改建为社福大楼 提供身障创新服务 让身障朋友与市民大众 共享丰富的社福资源 我们将会无偿的来提供给我们本地的 这个身心障碍的协会 给他们一个办公的空间 还有会议室等等的一个共享的空间 以正常以帮助他们呢 可以进行正常的会晤的运作 还有呢一些脑力的激荡 我们将会规划 富佑亲子功能的这个 社区型的这个早疗的据点 以提供这个早疗服务 还有亲子游乐设施 那除此之外 还有成人游戏的这个疗愈功能的设备 那还有我们也会成立自立生活中心 那还有一个部分呢 就是呢 我们也会委外请进行招商 来成立这个手语餐厅 我们也会要求业者呢 可以并也可以雇用我们 就是本地的这个厅障的这些朋友 来担任我们的手语餐厅的员工 那这当中呢 我们会有两个楼层 我们希望可以是 餐饮的方式来进行 因为吃东西啊 来到基隆一定要吃东西 那我们如何提供高品质有特色 而且呢是促进生脏就业 然后又有创新植种的 这样的服务内容在里面 让不管是在地我们基隆朋友 或者是我们跨县市的朋友 来到我们基隆 很重要的 这个社福大楼的生长基地 是我们基隆的文化名片 你来基隆吃喝完了 你一定也要来我们的 社福生长基地呢 共融一下 融合一下 体验一下生命的意义 还有爱的无限可能 所以我们要从这样的餐厅的推出 以及下面一到五楼的 各种的创新服务 来让大家市民们 还有所有的友人们 来到这边有很多好玩的事情 都可以跟我们的不同跨领域的 障碍朋友一起玩耍 这个蓝图规划 我们已经筹备了一段时间 那我们也提了追加预算 那现在正在定情会当中 会来审查 所以议会通过我们的 这个追加预算之后呢 我们就能够在今年的年底来招标 那么预计希望能够在 113年的下半年 我们能够有部分的市营运 那到1140年 而114年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全面的营运 这是我们目前的规划 那因此其实时间是蛮紧凑的 那因为我们觉得 这个闲置了五年的空间 我们如何可以 尽早的赶快加紧脚步 让这个空间可以重新的修整 然后赶快的启用 那对整个城市的发展 对市民服务都是很好的 社会处处长杨玉欣说 双北目前都有社福大楼来整合资源 照顾身杖弱势 市府也提出追加预算 希望能打造基隆的社福大楼 促进有爱城市的共荣精神 记者黄日升 陈淑平基隆报道 再等你来看 安乐国小在百年校庆系列活动中 规划了圣火传递的活动 与社区结合 柯柯港七个里的好朋友 都热情地沿途加油鼓励 在慈云寺进行祈福仪式 主机关明镇初处长张云祥 与安乐国小校长肖玉璋 在佛祖前将圣火传递 一棒接一棒 圣火传递路线从慈云寺开始 到安乐高中 流民船隧道 面粉厂 火车站南站 再从安一路转西定路 到盛兴高中 最后绕回安乐市场 将圣火传回学校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警察的前导车 带着我们绕着柯柯港的学区 一棒一棒的船下去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还有社区的志工们一起过来 他们还放鞭炮 让我们非常的感动 那在传递过程当中 我们要想要让孩子们懂得 在这个过程是一个传唱柯可港的璀璨风华 也传递安乐国小这里的百年有良孝风 当然最重要的要去传承 学长们他们成功的经验 学习的精神和态度 以柯可港为中心 寻觅这里百年历史的故事 当圣火回到安乐国小点燃的那一刻 全校师生名跑关乎 这一次的路跑活动 就是可以在马路上奔跑 是一件很特别的事 集万千目光于一生 我觉得很兴奋 甚至有些晚上我都没睡 透过百年校庆 圣火传递活动 让孩子领悟生命与生命交汇所激荡出的火花 学习感恩习福 一起迈向新世纪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